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20堂商业思维进阶课 内容丰富 知识量巨大 以20位世界知名商业精英为切入点 涉及众多行业和牛人 让您开眼界 增智慧 作者是 环球人物新媒体中心 智力环球人物新媒体内容的生产 开发及衍生 推出了一系列优质原创内容 有文有解有态度 有声有色有腔调 06康拉德 西尔顿 康拉德 西尔顿 王朝缔造者 西尔顿这个姓氏 始终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 在这个家族的众多继承人中 最要演的当然是帕里斯 西尔顿 2018年1月 他在个人社交账号晒出 被演员男友克里斯 泽尔卡求婚的大批照片 开心地公布喜讯 我说好 很开心 很兴奋 和我生命中的挚爱订婚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和灵魂伴侣 在各方面都很完美 是一个如此忠诚 专情 善良 充满爱意的男人 很快 这个消息就成为火遍全球的娱乐新闻 但好景不长 他传出感情声变后 又在社交网站引用梦露的名句 我相信发生的一切都会有他的原因 人会变 你要学会放手 有坏事发生 这样当好事发生时你才懂得珍惜美 你曾相信谎言 总有一天你才可以学会除了自己 别相信任何人 有时候好事多磨 更好的才会来到 男友要讨回如鸽子蛋大小的22克拉钻戒 更引发外界议论纷纷 人们总是关注派里斯 希尔顿的感情史 而忽略了他其实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名下的品牌涉及香水、服装、手袋、宠物产品 甚至手机游戏 他从家族继承的 不仅是名气、财富 还有卓越的经商才能 保持高曝光率 和娱乐圈紧密联系 似乎是希尔顿家族的传统 希尔顿集团在全球80多个国家 拥有4000多家酒店 在许多城市 希尔顿酒店都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 对于旅行者而言 希尔顿代表着可靠、安全、舒适和无微不至的服务 这样庞大的酒店集团 至今已经传了三代 称之为王朝一点也不为过 而亲手缔造这一王朝的康拉德、希尔顿 也是一个各方面都丰富多彩的人 康拉德、希尔顿的第二任妻子 电视明星莎莎、家宝是那个时代的话题女王 其长子小康拉德 尼基的第一任妻子是著名影星伊丽莎白、 泰勒、希尔顿家族的宴会 时长星光异矣 是名副其实的名利场 但当人们把视线从灯火辉煌处一开始 就会发现这个家族其实有着耐人寻味的财富密码 为什么康拉德、希尔顿能白手起家 并成功地挺过了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在不断地兼并酒店的过程中 希尔顿是否也遇到过困难 是什么让希尔顿家族长胜不衰 为什么特朗普要把康拉德、希尔顿视为偶像 并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了和康拉德次子一样的名字 这些问题都隐藏在其中 逆境苦战把大家都变成合伙人 人们常说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三者缺一不可 其中天时是最无法预测和掌控的因素 每个企业家一生中总会经历经济危机、大萧条 甚至是社会动荡、战争等大环境的考验 康拉德、希尔顿1887年出生 1979年去世 他的一生中经历了一战、美国大萧条、二战等 对于旅游业来讲灾难性的事件 当同行们都纷纷破产的时候 康拉德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1929年10月 美国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当时纽约流行一首歌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其中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里冲 一切商业活动都戛然而止 无家可归者陡然增加 旅行的商人越来越少 即使有也住不起高档酒店了 酒店行业面临历史性的毁灭 此时的康拉德 事业刚刚起步 如何熬过这一关呢? 关键的一招 就是把大家都变成合伙人 找到利益一致的地方 有一次 他发现达拉斯的商业区 只有一家饭店 认定在黄金地段 建一栋高档酒店 一定能赚钱 他看中了一块地 但地产商德米克 开价30万美元 康拉德带着5万美元去找德米克 我买你的地是想造一座最气派的酒店 但我的钱只构造一个普通旅店 所以我想租你的地 他给出了很优惠的条件 我的租期为90年 分期付款 每年租金3万美元 你可以保留土地所有权 如果我不能按期付款 你可以收回土地和酒店 德米克觉得划算 就同意了 支付第一年土地租金后 康拉德又提出 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 去银行贷款 德米克不得不同意 康拉德得到30万美元 又找到了一个投资者 出资20万美元 加上一些自有资金 虽然资金缺口还较大 但他坚持在1924年开始兴建酒店 但工程建到一半时 他的资金用完了 他又找到德米克 如实说明情况 希望德米克出资把酒店建完 他说 酒店完工后 德米克可以完全拥有它 但应该租赁给自己经营 它会付每年10万美元租金 德米克此时利益已经和康拉德 绑在一起 同意出资完成酒店工程 酒店终于顺利建成 大萧条开始后 不到一年的时间 康拉德就负债累累 为了维持住埃尔帕索 歇尔顿酒店的运营 他将部分客房用木板封住 切断供暖和电源 想尽一切办法降低费用 但尽管如此 当埃尔帕索酒店的租金到期的时候 他仍然交不上接下来的租金 而他清楚地意识到 这意味着他的生意将彻底终结 康拉德召集一群供应商 和他的母亲一起开会磋商 他承诺 如果这些供应商 每人愿意出5000美元 来帮助他渡过难关 等经济形势好转了 他会一直与他们合作 只要他还拥有这家酒店 而如果他们不支持他 康拉德失去了酒店 也就永远还不上 他已经欠下的那些钱了 康拉德最坚定的支持者 母亲玛丽同样承诺 拿出5000美元 并且用眼睛依次盯着 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 谁能残忍地拒绝一位 坚毅又慈爱的母亲呢 在餐会的七位商人 全部掏出钱包后 康拉德立刻拿着钱 冲到银行交了租金 然而 接下来有越来越多的账单 让康拉德无力致富 当有个家具公司 因为178美元 将他告上法庭时 康拉德的律师 建议他申请破产 康拉德用拳头重重地 砸在办公桌上 坚决拒绝破产 他始终坚信 自己能撑下去 有数据表明 大萧条时期 美国有80%以上的酒店破产了 康拉德的债权人 当时也可以收集 所有的票据来摧毁他 但他们意识到 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下 康拉德是做得最好的 他们选择相信他 曾有一个乳品商 向康拉德催账 康拉德说 如果你能延长我的信贷 我的酒店会一直从你那采购乳品 康拉德果然做到了 并且在挺过难关后 写信给许多债权人 当最艰难的时候 你帮过我 现在我想帮你 你想要一份工作吗 或者你想购买公司的股票吗 我能做些什么来报答你的帮助呢 最窘迫的时候 康拉德一度急需500美元周转 达拉斯酒店的一名行李生拿出了毕生积蓄交给他 他对康拉德说 希尔顿先生 这是我的全部积蓄 我希望您能收下它 因为我知道您能用它做些什么 康拉德说 我不会接受施舍 但愿意把它作为投资 这位行李生显然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天使投资人 他后来成为希尔顿集团负责西部片区的副总裁 并从股票中获得了巨额回报 可以说 康拉德是用众筹的方式渡过了难关 信誉是他最重要的资产 当美国经济复苏 他的企业重新走上正轨 康拉德发现 由于他没有宣布破产 他和主要资助人之间 结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盟 这也使他后来能够兼并更多的酒店 欲擒故纵 用小人知道对付小人重感情的康拉德 收到的也并不都是有益的鲜花 如果遇到不诚信的生意伙伴 怎么办 也许 用小人知道对付小人是最合适的 1945年 康拉德·谢尔顿57岁 此时 通过20多年的工程掠地 他已经在美国初步建成了自己的酒店帝国 但在芝加哥仍有一个酒店 让他心心念念 时刻想要据为己有 这就是史蒂文斯酒店 史蒂文斯酒店建于1927年 投资高达3000万美元 比建造洋机体育场的成本还高 这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酒店 有3000间房间 配有自己的电影院 保龄球馆 小型高尔夫球场 甚至还有自己的医院和手术室 可惜史蒂文斯酒店没有挺过大萧条 被迫宣布破产 被政府实施破产管理 还一度被用于安顿路军航空兵 成为兵营 当康拉德考虑接手史蒂文斯酒店的时候 他的所有者是一个叫史蒂夫 西利的建筑商 与史蒂夫 西利的交易成了康拉德一生中最困难的一笔生意 康拉德和自己的好朋友 威拉德 凯斯坐着火车 唱着歌去芝加哥的时候 信心满满 志在必得 一开始 史蒂夫 西利说他想在史蒂文斯酒店项目上赚50万美元 因为他之前为了获得酒店的经营权已经支付了500万 所以他想要得到550万 这是康拉德愿意接受的一个价格 两个人当场握手 庆祝交易成功 但那之后 西利就消失了 康拉德到处找不到他 等西利终于再次露面的时候 他厚颜无耻地说想赚65万美元 虽然很恼火 但因为康拉德实在太想得到这家酒店 就勉强同意了 可是 西利估计重演 又消失了 几个星期后 当他再次出现时 把想要赚取的利润抬到了100万美元 康拉德对西利的贪婪和无信非常愤怒 但对史蒂文斯酒店的喜爱 让他仍然渴望把交易进行下去 于是又一次同意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读者也许已经猜到了 是的 西利又消失了 康拉德怒不可恶 对他的好朋友威拉德大吼 谁教这个家伙做生意的 无奈之下 威拉德建议一起在芝加哥转转 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酒店可以买 很快 帕尔默酒店吸引了康拉德的目光 帕尔默酒店规模宏伟 有25层楼高 设计端庄简洁 康拉德对他几乎是一见钟情 于是 他立刻去找了芝加哥的朋友 建筑原料供应商亨利 克朗 此人在几年后购买了帝国大厦 克朗听了康拉德的诉求后 吃惊地问 帕尔默酒店在卖吗 康拉德说 我不知道 克朗建议他 如果可能 不妨把史蒂文斯和帕尔默一起买下来 接下来 克朗把康拉德介绍给帕尔默酒店的霍利斯 后者婉转地表示 我们没有接到过收购报价 但也不会拒绝报价 在经过一番复杂的计算后 康拉德给出了1850万美元的预估出价 最终价格还要在他看完酒店的财物 税务记录和其他账本之后再订 但当霍利斯发现 希尔顿也在试图收购史蒂文斯酒店时 他犹豫了 说不允许自己酒店的账本 有一天可能被竞争方的人查阅 此时 康拉德觉得是时候见见希利了 他让好朋友威拉德去找希利 并告诉他 康拉德已经彻底不想要史蒂文斯酒店了 现在正在谈判购买帕尔默酒店 这招果然见效 第二天一早 康拉德就接到了希利的电话 并且说绕了一圈之后 他觉得赚50万美元就好了 此时的希利比任何时候都急于甩掉史蒂文斯这个包袱 在完成史蒂文斯酒店的交易后 康拉德又会见了帕尔默酒店的霍利斯 并向他解释了发生的一切 霍利斯说他仍然有兴趣出售酒店 但考虑到目前的状况 他觉得他理应得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为了证明自己的诚信 康拉德同意将总价升到1940万美元 于是 康拉德很快就拥有了芝加哥城里 最受瞩目的两家酒店 在交易的最后一刻 康拉德发现他还缺少100万美元 当时的100万美元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100万 康拉德又去找克朗救急 克朗说 我们是朋友 我佩服你做生意的方式 你脸皮厚 但你是正大光明的 然后 立刻借给了康拉德100万美元 这就是康拉德 西尔顿做生意的方式 虽然从结果上看 他并没有省钱 却成功地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憎恨平庸 把平庸之子逼成接班人 康拉德 西尔顿是西尔顿王朝的开国之君 和所有君主一样 他也面临着如何培养接班人 并在其中做选择的问题 康拉德 西尔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他最看重的是长子小康拉德 尼基和次子威廉 巴伦 而小儿子埃里克和女儿弗兰西斯卡 被外界认为并非康拉德亲生 而康拉德对他们的态度和遗嘱 也佐证了这种猜测 西尔顿家的继承人 有着好莱坞明星一般的相貌 尼基和巴伦都帅气 幽默 广受欢迎 但他们的学习成绩和父亲一样 都不太好 从上中学开始 康拉德对尼基和巴伦的态度 就明显不同 他总觉得长子尼基已经全力以赴 只是在学习方面缺乏天分 而次子巴伦则是因为懒散 应该更加投入 康拉德憎恨平庸 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时 他说 在神与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但如果说人在其他方面是平等的 显然是无稽之谈 平庸是我们为完全平等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有一件事是我们的国家今天所需要的 那就是摆脱平庸 找到那些优秀公民 优秀商人 优秀的父亲 母亲 妻子 和优秀的政治家 连其他公民的平庸都无法容忍 康拉德当然更不能接受自己亲生儿子的平庸表现 对在学校表现平庸的巴伦 康拉德在书房安排了一次会谈 与巴伦研究列出了一个可接受行为的规章制度纲要 内容包括父子共同的责任 津贴 职责和权限 巴伦勉强同意了这些严格的条款后 两个人签署了合同并各执一份 对于康拉德而言 他现在与巴伦有了一个不可撤销的交易 但少年巴伦显然没有能力执行合同 最终还是从高中辍学了 尼基和巴伦仅相差一岁 两个人是天生的对手 他们永恒的竞争目标是父亲的重视和喜爱 一开始 两个人都表现出对父亲的酒店业不感兴趣 但后来 尼基决定接受父亲给的差事 去贝莱尔酒店任经理 因为 这将让他在与弟弟的竞争中 占得先机 但巴伦后来居上 1927年 年仅20岁的巴伦结婚了 第二年 他的长子出生 婚姻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在妻子的劝说下 巴伦决定到父亲的企业上班 当他走到康拉德的办公室 请求一份工作时 康拉德是这样回答他的 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份每月600美元的工作 巴伦说 您是在和我开玩笑 对吗 但显然 康拉德是认真的 他最初给尼基的工资也是这么多 和希尔顿公司所有新入职的员工一样 但巴伦拒绝接受 他向父亲解释 他要养妻子和儿子 还要请一个厨师和保姆 必须每月1000美元才能够维持家庭的开支 尽管康拉德自己家中有管家 司机 厨师等一大群人 巴伦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但康拉德并不认为 巴伦自己的小家也需要请人帮忙 父子俩僵持不下 最终 巴伦选择推门而去 康拉德说 如果你认为 你可以每月 挣到1000美元 就一直往前走 如果你回心转意 我们总可以再谈 巴伦没有回头 很快 他和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经营干局贸易的公司 并获得成功 每月赚到不止1000美元 巴伦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却用自己的方式得到了父亲的尊重 因此 当巴伦再次决定回到父亲的企业工作时 他得到了更好的职位 负责电视工作的公司副总裁 这个职位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和莫名其妙 为什么酒店房间的电视 还需要一个专门的副总裁来分管 那是20世纪50年代 且希尔顿是当时全美国第一家 在每间客房都提供电视机的连锁酒店 就像现在 如果有酒店决定在每间客房里都安装AR设备 恐怕也需要一个团队来专门管理 在希尔顿集团工作十几年后 人们发现巴伦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康拉德 不仅是形式作风 连举止 神情都越来越像 很多时候老员工会产生一种错觉 好像年轻的康拉德在同他们谈话 到1966年 通过不断地证明自己的能力 巴伦全面接手了希尔顿的国内业务 国外业务则一度由尼基负责 但最终康拉德选择出售了海外业务 毫无疑问 这是康拉德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不仅因为他后来被市场证明是一个失误 还因为他直接导致了尼基的死 康拉德出售了海外业务 在尼基看来 无异于是宣布了 父亲对自己的放弃 以及弟弟的胜出 这让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之后一蹶不振 终日抑制消沉 只醉金尼 最终 年仅43岁的尼基 死于酒精 滥用药物和心脏病 或者更加准确地说 死于绝望 王朝好像总少不了兄弟相争的故事 希尔顿王朝也是如此 但巴伦自己的家庭 却非常幸福 他有八个子女 著名的帕里斯 希尔顿就是巴伦的孙女 在巴伦全面接掌 希尔顿集团 尤其是康拉德 希尔顿去世之后 人们开始真正见识到了 巴伦的经营手段 1979年 康拉德 希尔顿死后 留下了一笔 大约2亿美元的流动资产 相当于今天的60亿美元 除此之外 他还持有至少5亿美元股票 康拉德将绝大多数遗产 留给了希尔顿基金会 用于慈善事业 分给亲友的 只是7亿美元中的150万美元 其中留给巴伦的是75万美元股票 他的14个孙子 孙女 每人得到15000美元 追求双赢 与特朗普成为知己 巴伦是那种天生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并且他总能成功 康拉德的遗嘱显然对他不利 唐纳德 特朗普是巴伦的朋友 他在《的交易的艺术》一书中写道 康拉德只给巴伦象征性数量的股票 其结果就是 使巴伦成了一名公司高管 少了一个主要股东的决策力量 特朗普的评价 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 但并非定局 康拉德的遗嘱中 还有一个规定 巴伦可以用评估价 优先购买他在希尔顿集团的股票 在康拉德去世4年后 巴伦利用遗嘱的漏洞 组织起强大的律师阵容 与康拉德基金会打起了官司 这场被称为巴伦行权的官司历时十年 轰动全美 结果当然是巴伦赢了 他从中获利5亿美元 特朗普不禁感慨 巴伦重写了他父亲的遗嘱 特朗普与巴伦的友谊 是如何开始的呢 这要从巴伦人生中最重大的危机谈起 那一次 他差点葬送了父亲交给他的王朝 20世纪70年代 大西洋城实施了赌博合法化 许多酒店都在海边抢占一席之地 巴伦也参与到这个投资大潮中 他花费了3.2亿美元 建了一座拥有614间客房的宏伟酒店 和6000平方米的赌场 这是西尔顿集团历史上最大的工程 但在1985年2月28日 新泽西博彩监管委员会 竟然拒绝了巴伦的赌场牌照申请 这种事在同类酒店中从未发生过 更何况是非声国际的西尔顿酒店 巴伦的震惊和愤怒 可想而知 他不断地问自己 如果是父亲会怎么做 康拉德也许不会犯这样本末倒置的错误 会先申请牌照再开工 但毫无疑问 他不会轻易放弃 新泽西州博彩官员给出的官方解释是 西尔顿集团和涉及黑帮的一名芝加哥律师有瓜葛 因此没能得到牌照 而特朗普则认为是因为巴伦的过度自信 在巴伦看来得到牌照是理所当然的 提出申请是给委员会帮了一个忙 而博彩委员会的看法正相反 他们狠狠地回击了巴伦的傲慢 巴伦本来计划在三个月后让酒店对外营业 并且已经雇佣了一千多名员工 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本想再次申请听证 但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劝他 如果申请牌照再次被拒绝 不仅会影响西尔顿的股票价格 还会导致斥聚资建造的酒店严重贬值 简单地说 不光这家酒店彻底砸手里了 还会连累整个公司 此时 理智的做法应该是寻找一个潜在买家 接手这家酒店 尽可能多地收回工程成本 潜在买家很快就出现了 但是来者不善 他叫史蒂夫 永利 是另一位酒店大亨 坐拥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 两家最赚钱的博彩酒店 他趁火打劫 在此时发起了对西尔顿的恶意收购 史蒂夫 永利对《纽约时报》说 这家公司40%的收入来自博彩 这回却被裁定 不适合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市场 作为股东 我非常担心 这是西尔顿的一个污点 巴伦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羞辱 他主动去寻找另一个买家 这个人就是特朗普 此前 他们从未见过面 但神交已久 特朗普在巴伦没有得到牌照的当天 就给他打了电话 表示关心和安慰 那一年 特朗普38岁 是纽约鼎鼎大名的地产大亨 也是康拉德 西尔顿的头号粉丝 他投身酒店行业 就是受了康拉德的影响 据说 他曾专门打电话给康拉德的一双 想要去了解偶像的一切 并表示 想成为另一个康拉德 西尔顿 很快 巴伦通过中间人约见了特朗普 两人相谈甚欢 对彼此都高度认同 最终 巴伦愉快地接受了特朗普 3.2亿美元的报价 而拒绝了永利的3.44亿美元 之后 特朗普没废吹灰之力 就获得了赌场牌照 将酒店更名为特朗普城堡后 马上就开门营业了 有意思的是 在将3.2亿美元现金交给巴伦之前 特朗普甚至都没有去看过 这家他所要购买的酒店 作为西尔顿的忠诚粉丝 他相信西尔顿品牌 就意味着最好的品质 结果也没有令他失望 一切都是顶级的 好中的最好 许多年后 特朗普回忆说 当时我在想 现在我懂了 我看到的就是康拉德 西尔顿的影响力 不管过了多少年 他的影响力都还在 显然 这是一次双赢的交易 对于特朗普而言 能花这个价钱 接手一家西尔顿豪华酒店 实在是相当划算 而巴伦也成功地避免了 被一次失败的投资拖垮 而且最大限度地为公司挽回了损失 2006年3月 特朗普给了巴伦通常人们认为最伟大的赞美 他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为巴伦 特朗普 值得一提的是 为何西尔顿的酒店被视为品质的保障 可以看一看康拉德 西尔顿的经营经验 首先 康拉德 西尔顿认为 仔细利用空间极为重要 收购一个酒店之后 他通常都会加以改造 把尽量多的空间用于向顾客提供周到的服务 比如 把大厅缩小变成客房 把储藏室改成礼品店或酒吧 把前台变小 增加一个零售商店 把无用的休息处变成报刊亭 等等 而且 这些改造往往是悄悄地进行 并不会影响酒店的经营和顾客休息 其次 员工的满意度导致生意兴隆 这点很好理解 酒店夜拼的就是服务 员工对工作的满意 最终会转化为顾客对服务的满意 最后 是康拉德酒店早期的标语已少得多 意思是 顾客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高端的服务 许多服务质量的提升 并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成本 比如给顾客提供更多的选择 早期 康拉德那些小酒店的菜单总是非常丰富 让老顾客们念念不忘 康拉德在资本运作之外的早期酒店管理经验 其实完全可以用在民宿 旅店的经营中 延伸越读 星光熠熠的西尔顿家族文流新印 西尔顿家族能始终吸引大众眼球的原因 并不仅仅是财富 更是他们始终和好莱坞保持密切的联系 康拉德的第二任妻子 尼基的第一任妻子和历任女友 都是好莱坞最美的女人 而康拉德和他的儿子们也各个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 他们演绎的是既真实又梦幻的豪门故事 莎莎、家宝是康拉德、西尔顿的第二任妻子 这是个神奇的女人 当然也是个美丽的女人 她曾经获得匈牙利小姐称号 1941年 在好莱坞的一间夜总会里 遇到康拉德的时候 莎莎、家宝刚和前夫分手来到美国 还没有办完离婚手续 那一年莎莎24岁 康拉德54岁 莎莎在回忆录中 把他们的初次见面描绘成一见钟情 说康拉德、西尔顿 让她想起了好莱坞西部片中的英雄 但美国著名的八卦专栏作家 希拉、格雷厄姆却说 莎莎第一眼就看中了西尔顿的钱包 当然这可以算是一见钟情 希拉的评价也许不算离谱 莎莎的母亲朱莉、家宝 是那个时代好莱坞最著名的新妈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明星 自己也非常喜欢出风头 如果当时有电视真人秀节目 他们一家很可能比卡戴山一家更精彩 在朱莉 《家宝》的自传中 她承认莎莎刚到美国 她就建议女儿 这次要嫁给一个酒店夜的人 她告诉莎莎 那意味着美味的食物 非常好的住宿和无数的派对 可以使生活过得有品味 在莎莎与康拉德相遇的那个晚上 跳完第三支舞后 莎莎对康拉德说 我想我要嫁给你 康拉德显然被这个布达佩斯美女迷住了 她重复了莎莎的话 然后说 好吧 为什么不呢 但康拉德要娶莎莎 可没那么简单 康拉德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而莎莎不是 并且因为康拉德结过一次婚 前妻仍然健在 新的婚姻将不被教会认可 她也不能再参加天主教堂的盛事活动和告解仪式 被教堂排除在外 是康拉德绝不能接受的 但屈服于困难 同样是康拉德不能接受的 最终 她找到了妥协的办法 冒着不被教会承认的风险 在一家酒店里举办了婚礼 那时她们认识还不到四个月 婚前 康拉德有过一丝犹豫 因为莎莎声称自己只有16岁 不过康拉德想女人谎报年龄 应该只是无关品德的小事 此后 终其一生 康拉德都没有搞清楚莎莎的真实年龄 康拉德向莎莎求婚时 拿出了两枚钻戒 一枚耀眼夺目 非常大 联收藏家也会赞叹 另一枚 则稍显普通 保守 但不失体面 莎莎选择了小的那一枚 很多年后 她回忆说 这差点要了我的命 因为上帝都知道 我想要那枚更大的 但康拉德对莎莎的选择很满意 婚后生活 她们有了更多的分歧 即便是新婚之夜 康拉德满脑子想的 也是收购酒店的事情 搬回在比弗利山庄的豪宅之后 康拉德立即和莎莎分房睡 她不允许自己的生活被任何人打扰 并且她经常不打招呼就出差 莎莎梦想过上奢华的生活 但她每个月只固定给莎莎并不算慷慨的零花钱 一旦花费超额了 就得从下月的预算里扣 在莎莎与管家发生冲突之后 康拉德说 你可以走 但是管家不能换 这一切都导致了两人的最终分手 1947年3月 莎莎在离婚6个月后生下了女儿弗兰西斯卡 她给女儿冠以西尔顿的姓氏 并在女儿的出生证明上 把自己的年龄写成21岁 事实上那时她应该已经30岁了 西尔顿为了维护家庭的名誉 从未否认过女儿是自己的 但在遗嘱中写明 不留任何东西给莎莎和她的女儿 有趣的是 莎莎和西尔顿相爱相杀了几乎30年 不管中间莎莎又嫁给了谁 她都经常作为家人 被西尔顿邀请参加家庭宴会 虽然 康拉德拒绝给莎莎一分钱 但经常给予她事业上的指导 并帮助她打官司 最终 莎莎凭借过人的美貌和幽默的谈吐 成了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 并终身和西尔顿一家保持紧密的联系 伊丽莎白 泰勒比莎莎的名气要大得多 1949年9月 伊丽莎白遇见康拉德 西尔顿的长子尼基的时候 虽然年仅17岁 但已经主演了十几部米高眉的电影 全美国都为她的美貌倾倒 尼基当时23岁 是全美知名的富二代 好莱坞最著名的花花公子 有着明星般俊美的相貌 巧合的是 他们相遇的夜总会 正是康拉德向莎莎求婚的那一家 而且在那前一天 伊丽莎白纲和前男友分手 一切都是闪电式的 尽管康拉德、西尔顿并不看好 两个人还是在八个月后举行了婚礼 婚礼过后 这对全美国最受关注的金童玉女 就堕入了地狱般的生活 尼基和伊丽莎白登上 玛丽女王号开始了 他们的蜜月之旅 尼基像普通旅行一样 只带了几只箱子 而伊丽莎白带了17只箱子 一个女佣和十几名工作人员 摄影记者和粉丝们无处不在 他们在这艘大船上毫无隐私可言 尼基感觉无处藏身 尽管船上还有温莎公爵夫妇 但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伊丽莎白 尼基后来抱怨说 她总感觉门口有人偷听 她好像不是和一个女孩结了婚 而是娶了一个机构 两个被宠坏了的年轻人 显然没有能力处理这一切和控制情绪 郁闷的尼基开始酗酒 赌博甚至和伊丽莎白互相殴打 更可怕是这趟蜜月旅行要整整三个月 所以意料之中的 在传终于靠岸之后两个人就分居了 最终结婚还不到一年 伊丽莎白就提出了离婚 一切都像一场闹剧 或许婚姻对于两个年龄加起来 只有40岁的人来讲 太困难了 令人欣慰的是 两人在分手几年后达成了和解 尼基虽然后来和许多好莱坞明星谈过恋爱 但最终的婚姻选择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 婚后生活幸福 伊丽莎白泰勒则终身生活在美光灯下 总共结了八次婚 每一家希尔顿酒店开业 按照惯例都会举行一个盛大的聚会 有时甚至要持续两三天 政要、明星、聚谷云集 希尔顿家的请柬成为进入上流社会的入门卡 即便是远在欧洲的酒店开业 也会有美国的当红明星不远万里前去捧场 这无疑是希尔顿酒店最好的广告 所以 很难说和好莱坞明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是希尔顿家族的私生活还是商业手段 专家点评 宾至如归的酒店王国 北京大学领导力研究中心创始人杨思卓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 希尔顿和他的王国的话 那就是宾至如归 希尔顿的旅馆王国首先是员工的家 许多高级职员都是从基层逐步提拔上来的 希尔顿对于提升的每一个人都十分信任 如果他们之中有人犯了错误 他常常单独把他们叫到办公室 先鼓励安慰一番 告诉他们 当年我在工作中犯过更大的错误 你这点小错误算不得什么 然后 他在帮他们客观地分析错误的原因 并一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认为只要企业的高层领导 特别是总经理和董事会的决策是正确的 员工犯些小错误无碍大局 希尔顿的处事原则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整个团队积极向上 对领导信赖忠诚 对工作兢兢业业 风调雨顺之后也许就是灾难重生 1930年是美国经济萧条最严重的一年 全美国的旅馆倒闭了80% 希尔顿的旅馆也一家接着一家的亏损 希尔顿亲自到一线面对员工 我们希尔顿旅馆很快就能进入云开月初的局面 因此我请各位记住 无论旅馆本身遭遇的困难如何 希尔顿旅馆服务员脸上的微笑永远是属于顾客的 事实上在那纷纷倒闭后只剩下的20%的旅馆中就有希尔顿 当时有人问他把握经营尖端的诀窍是什么 希尔顿说站在时代的前沿 其实这只说了一半 另一半就是宾至如归的理念 希尔顿满世界飞行 随时知道他写的宾至如归一书中的理念是否落地 他自己经常不归家 也许希尔顿终身喜爱的家真的就是酒店 06康拉德 希尔顿 王朝地造者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07山姆 沃尔顿 沃尔玛之父的灵兽真经